現在來進行這本書 《Progressive Steps to Syncopation for the Modern Drummer》 我們現在來進行到它的第七課 在這個第七課上面 它的重點是會有三連音跟八分音符的交替 我可以使用兩種不同的打法來演奏 第一種就是只要遇到八分音符 我就以平均的方式來打 所謂的平均就是把一拍 平均的等分成前半拍跟後半拍 三連音就是把一拍分成三等分 這個練習對於一開始接觸的人 可能會覺得有點不適應 一拍分成三等分跟兩等分的感覺 不太容易做對比 特別是你在研究你的時間點 如果是以對比的方式 例如四連音跟二連音很容易做對比 因為四連音就是右左右左 把左左省略就變成一拍兩等分了 這樣子是比較簡單的 但是三等分跟二等分不容易做對比 所以在練習的時候用這個概念會比較行不通 比較好的方式就是你要背起來這個 一拍三等分跟背起來一拍兩等分的這個概念 其實在Timetable上面 就是一拍一個音到一拍九個音 有的人會練到一拍十三個音 這些練習裡面Timetable 一定是要練習去背下來這個每拍背幾個等分的這個感覺 不能用某一個你習慣的 例如四連音或二連音去做推算 這樣在實際上演奏的時候並不是那麼好用 要記住這個幾等分的感覺 廢話不多說 我先來演奏這個三連音跟前半排後半排八分音符的這個練習 好這次一樣我希望可以專心一點演奏 我就不去抱我打到第幾行了 1 2 3 4 1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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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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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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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打得有點飄 不管了,不想上述 接下來是16個小節的練習 1,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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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應該要對節拍器比較好 好,沒關係 重點我想要呈現的是兩種打法的比較 另外一個打法就是 原本的Straight 就是直的這種前半拍後半拍 我要把它改成Shuffle Fill 在之前我有介紹過 就是把每拍的譜上面記載的兩個八分音符 講成三連音的第一個點跟第三個時間點 打起來感覺會差很多 1,2,3,4 1,3,5 1,3,4 1,2,3,4 1,3,4 2,3,4 1,3,4 1,2,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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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